呛呛三人行 沙特国王萨勒曼是不是已经离走了 已经走了 走了 是吧 我发现这趟中国人民对他的热情超过中国政府 我天哪 是看八卦看热闹 太牛了 我开始听错了 说他带了两个金的电梯来了 黄金电梯 我还在想 我没有把楼拆了 装一电梯 有 他镀金电梯 是用的哪 是电 就被机上下 旋梯 给我传成电梯了 这坨 然后咱们可以看看他这旋梯 滚动的 就是 脚底是筋 是吧 你应该给动图 它是动成 它们其实没有 不是用针 是吗 这是那电梯吗 摄像机 这是跟擦玻璃的 金电梯 你瞧 你再看 好 这是帅的 人家说帅乍天的沙特王子 一共25个 还有24个呢 还有几千个呢 这个挺有意思 你想 多有派 说是把北京 你说他为什么他就有派 你说那一个跟床单似的弄脑袋上 你说我要弄上去 那不是就一点都不帅了吗 这次 还还是你 你认为 你祝福他的这个 对 那是他特征 他那花格的床单弄脑在上盖一帽子盖一幕 势 那在中国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说叫帅 那就是说你演喜剧来了 那肯定是这个意思了 对不对 这很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标准马上瞬间就改变了 他不是也是颜值高啊 人家不就说了吗 这个沙特的这个王子啊 有一个特别帅的那种国际上都都有名的 那他穿上这个衫气度很好 谁就是那个国防部长吗 就现在三十多岁那个 他是这样的 他呢就是那个沙特他一直是从开国 那个国王开始呢 他一直是传弟弟 就是兄弟之间传嘛 就一直说到现在都是在第一代嘛 但是呢从这个国王开始他就变了 他那个王储呢是他的侄子 这个父王储呢是他的这个儿子 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就是三十多岁特别强的一个人 那他就是改变了这个传统 就基本上现在要往下一代要去这个过渡了 等于说了 这个这个沙特我就过去咱不太了解 就他这个统治阶层很有意思 他有五千多个王子 说全国有一半人是王子 有人开玩笑说 没有一半 占星代故女生都算 对对对说一千个人里就有一个王子 因为他这个开国国王 他就生了很多个孩子 说他开国国王当年有个传奇故事 你记得 他能生多少孩子 开国国王 他就娶很多老婆 他娶多少他能生多少 他能比靖武帝娶的都娶一万个 他生过来吗 不如陈迪斯汉多了 不是中国历史啊有案可查呢 这个传说不说 有案可查生个儿子最多康熙三十五个 那没多少啊 你这一个人你知道 对 你现在好没有用 你弹药得好 弹药不成 你根本就不成 这这弹药就是好也得量够 对 就是说的就这事了 关键是他变成一个金字塔形 下面那个最底下那层就多了 他不是现在还是在他弟弟之间传吗 都是那个七八十岁的吗 他弟弟之间就传了多长时间了 这都已经有 我想那是他是 这都有几十年了 现在就说还在 他等于说是在辈分上讲 还在他的儿子们之间 还在开国国王的 弟弟辈 这跟他宗教也有直接关系 就是这个 伊斯兰教对兄弟之间的情感 是非常重的 我们就不那么重 我们的兄弟兄弟 我们就学阿拉伯语 第一个词就学的是兄弟 你看见没有 然后所以为什么 你再教我一下怎么说 伊斯兰 他为什么 一块玩 五四龄兄弟会 就是这个 他兄弟概念 一上来咱就是兄弟姐妹 所以这个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一点 他长大 他这个兄弟之间 就是可以有双层理解 第一个是血缘之间 还有一个非血缘之间 如果他认你是兄弟 你就很厉害 你知道吗 咱们现在是为兄弟两类插刀 是吧 过去也说过 兄弟两刀 对 就现在我们现在兄弟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的不亲 他们其实也不亲 兄弟之间为了争王位 这跟什么似的 只要争王位 这事天下从自古到今都没法亲 这怎么亲 王位就一个 对不对 而且我看他们讲 就说沙特国王全球旅行团 就是人家度个假 就说沙特国王多有钱 就说到马尔代夫 去巴厘岛 家里去度个假 就花了一千多万英镑 还是一千多万 反正是上亿的人民币 包下马尔代夫的三个岛上的三个度假村 在那玩一个月 说是有的那个王子 那这有照片为证 这王子出行 给他那个八十只猛禽 就跟那个玩鹰的似的 他就是鹰的 买机票 买满一个普通仓 我看都以为 他们的一种游牧民族精神象征 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还能玩鹰 就是说我还有这个游牧民族的血性 咱们叫狼性 他们就是这种玩鹰的这种性格 咱要保持农耕民族的血性 就一人扛一把锄头 打贱吗 这不成 你说他都传沙特王子 沙特国王 这富的流油 那真是流石油 他就是油 你不是到那去过吗 我没去过 沙特是 我就是学这个 就是中东写论文 好多次写沙特 但我没去过 其实一个是那边 就是说没有这个机缘 另外一个就是 我始终对于 对女的 你出行必须得有男的陪着 女的还不能开车 就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太说得了 据说沙特 这个女的 陪着也得能陪的 你要我陪着你 这也不行 得证明咱们俩 你要不是家人 你要不是我哥哥弟弟 你要不是老公 就是说每个女的 必得有一个监护人 你哪怕去上班 你去上街 你必须有个监护人 现在连电影院都没有 那不让看电影 但是家里头 其实卫星电视全都有 好多那个地监 但就这么说 他那关起门来什么都有 你就是那什么酒 穿得很时尚 什么都有 开个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你光看见这个 对你刚看见这个王子了 你没看到公主给管的吧 就剩下购物了 就因为他也不能随便出去 然后他们讲 在巴黎他们也住 那个瑞斯卡的吗 就是利丝那个酒店 就是你一进那个公主的房间 中国这帮土豪算什么 他这伙全 就说这个沙特这公主 跑到巴黎的那个店里 就是 就这个 买单都不是他买身边的人 你知道那个黑的袍子 他们穿着那袍子 那有那个Chanel的什么的那种 就专门店 那个卖Chanel的黑袍子 就是他这能高是 Chanel会做生意 Chanel 其他牌子 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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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国家 其实你看他富 沙特其实不是最富有 在中东啊 就算他周围的国家 那个卡塔尔的 那个人均收入都比他高 他其实不是算最富的 我就问你的是什么呢 都说这个国家 咱知道国王很富 王子很富 他的国民的生活水平 是什么水平 国民人均收入呢 在全世界大概排到十几位吧 但是有 对 但是贫困人口 其实有的 他说有 百分之二十 差不多是这个贫困人口 他不是没有乞丐的 有的 他有这样的 所以他们这个人均 就是说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是蛮严重的 还有这个 就有那个外籍劳工的问题 你像他这一次 这个团去 是 印尼吧 就很多人出来抗议嘛 就说你得保护在 就在沙特的那个 印尼劳工 他不是当 就当时有一个沙特王子 在一个酒店里 打死他那个印尼的那个 那个女佣嘛 对 他们就是确实这种 等级的观念 高高在上 这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呢 你看 他这个 当这个老的国王啊 就曾经跟美国那边人讲 就是说这地方 沙特不可能是搞民主 我就发现呢 他就是讲 他说这个 他是这个国王啊 真的是国王啊 最高立法权 司法权 全是基于一身的 然后呢 他就是跟美国人说 说你说我怎么搞 这个地方 怎么搞民主 他是那种 为什么这么多王子啊 他是很多部族 他很多部族 他假如说一个部族 是一个政党的话 我们这儿就天下大乱了 可是美国人对他 也没这个要求吧 当年就是美国和沙特 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 就是那个二战 快快结束的时候 四五年吧 应该是 那个那个罗斯福总统 做了一两昆西号 就那个军舰嘛 在整个在这个地方去游业 沙特国王呢 他那个上 他上船的时候啊 他就说 我要带着活羊上船 就一群羊上了那个军舰 而且呢不能睡房间 得搭帐篷 他在外头搭一帐篷睡 他为什么要赶活羊呢 他就说 因为他们就是最 他们认为最好吃的肉 是最新鲜的 所以我不能带着 冻肉上来 或者 对 那么他们当时就谈什么呢 没有跟你谈民主了 谈石油啊 就当时就是这次见面 保证了美国在 中东的这个能源供应 那反过来 美就是美国给他 提供了这个保护伞 到后来的几十年 你像后来美国打伊拉克 沙特乐死了 就整个就是把美国人当枪使 把他在中东最大的一个敌人 一个世俗政权的一个头给干掉了 那不太就太高兴了 美国也因为那次战争 他植入了这个圣地 就是他因为那个沙特给他去让入了 整个这个穆斯林的圣地里面 驻了这个美 就是这个美军 美国那次等于是宣誓 他对全球事务的这个管理 但是也引起了这个穆斯林很大的 就是这个反感 那个本拉登那时候 他就是最反感 说怎么美军驻到 他大到我们的圣地上来了 所以他就去反对 对 但是当时这个911 说也曾经一阵沙特也很尴尬 十几个人里大多数都是沙特籍的 那个瓦哈比教 就是沙特他刚 他就你刚刚说 他不是很多的那个部落吗 他就他当时有很多的小的国家 那个那个瓦哈比教 就现在这种极端思想的这个祖宗吧 就算之一啊 他当年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看他的故事特别像中国 就是孔子啊 就是周游列国 他有一套这个理论 他在各部落当中去贩卖 就说你们谁愿意 就是采取我这个办法来治国 很多人都不要他啊 最后呢 是沙特国王那个收容他 他们俩是怎么你知道吗 相互娶对方的女儿 来表达我们俩这个 你说这兄弟 就是相互做岳父啊 这个表就表达我们这种 这个就是这种这个结盟 他等于是一个世俗的一个政权 找到了一套这个理论的 这个基础 帮他来去背书 他主要就讲什么呢 就是原就原教旨主义 就是我们阿拉伯人 为什么当年被蒙古人给打败了 就是我们没有遵守最纯洁的 这个伊斯兰教 必须回到最纯洁的 当年规定什么这个不行的 我们都得去遵守 那对妇女就是这种啊 当年规定女的要带头经 但其实这个也都是有误解的 当年是古兰经是说 这个先知的 他的老婆 他们那些人要带头经 不能让人看见 最后是很多别人 就是跟这个风 就是宫廷里的风传出来 就跟随 就都开始盖上 等等 他就是要恢复最早的 最纯洁的这个主义 他想起来 极端主义 这个事其实是一个 现代的社会赋予一个 就是现代社会所不容的现象的 一个标签 其实所有的思想 在那个时代 在他产生那个时代都是极端主义 你从 都是有极端思想嘛 你比如我们的早期的孔子老子什么 你在当年就是极端 你不极端 你没法去扩展这种思想 你包括马克思主义 都是极端主义嘛 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极端主义 我们现在极端主义这个词汇 我们在英文里啊 中文里 它是一个直接的 是一个负面的词 对不对 极端 很多事情是事情把它想的极端或者做的极端就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楚是因为它不极端化 你走向极端就看见了 你比如共产主义 我们如果设计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一个社区 大家一下就看清楚了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的共享 单车 这是共产主义 当然了 谁都可以 这你好的还给点钱 现在在北京街头搞成了什么样子 就是要钱的 这个单车 不是不要钱 但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才讲 它已经是按需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叫各取所需 按需分配是初级目标 初级目标 现在呢 基本上是介于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之间 就基本上你那是给五毛钱还是一块钱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就按着你需就走了吧 问题是你下面这不给钱的这一块 大家继续延续共产主义 就说我把这个搬我们家楼道里 要不要给上一锁 就改变了这个性质 共产主义就变小农经济了 对 所以极端的 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伊斯兰教的 因为这个事也轮不上我们去研究 我们这是有些了解 全社会的这个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情 比如我们老百姓这次对沙特 这个国王来津津乐道 主要乐道是什么 是人家忒有钱了 人家怎么有钱 那个飞机 他那个专机 我看到人给我拍那个小片 那小片你看过没有 我没看 我给你发过去 我看完人家那专机 咱们这些土豪的专机就是个夏丽 你知道吗 真的 那专机震惊 747 747 它里头就是 完全不是我们对专机的认知 就我们认为专机就是这是空空旷一点 不就是他完全那个装修一单间的卧室 每一个卧室里带有卫生间 那个大电视都巨大个 什么都有就完全就不像在空中 我到时候发给你看看 我那个给别人看的吧 我以前我就我有一次坐过那个迪拜酋长的车 他多有钱呢 也是 你像迪拜也是极尽奢华智能士吧 他其实用的 他生活非常简朴 就穿一个 一个凉拖啊 到处穿一个凉拖 他那个里面有一只破手机 就是那个诺基亚最老的那种款 一个塑料托跟温州权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觉得他自己不需要那些 那牌上是给别人看的 那是全是吓唬人大 那为什么 这回真的把他们吓唬了 对 那为什么沙特王族他们这么重视这些东西呢 他有钱 他们这种就是说风尚来说 他们这个style吧 他的这种风尚确实是很奢华的 他就是有了 因为他一夜暴富啊 你想他以前穷的跟什么似的 忽然发现了地底下就有油以后 他过上了什么样的日子 就一夜暴富 这钱怎么花 然后这次他不去那个日本吗 很多人就说他跟日本那种极简风 好像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对比 对 你看你比如说像这个日本天皇 我觉得你看 他就完全生活作风上 就不是这个范儿的 所以这真是咱们先去个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中国就马上炒作起来了 就是关于土豪国沙特 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你就因为有一个人可能知道 打车不能笑 到沙特别笑 就是说在沙特的部分阿拉伯地区 笑被看作是不友好的象征 有吗 不注意吧 这都是假的吧 都是骗流量的吗 所以一旦到了沙特 在出租车上 你从头到尾都要板着面拱 你越生气 司机才会越高兴 这肯定是骗流量的 没有电影院 KTV和酒吧 然后全国没有女司机 而且有一个敏感场所禁止拍照 这个到哪都是吧 我是觉得他其实就说这些 把模糊了他进来的真正的焦点 人家来干嘛了 就是跟你来炫这些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沙特跟中国建交 其实特别晚 90年才建交 之前跟台湾建交几十年 后来断的 他以前一直靠着美国人 就把美国人就当枪使 后来就这几年 特别是奥巴马的时候 跟美国的关系就是比较差了 因为美国现在国力在军力至少 在收缩 他以前国防部长盖茨就说 将来任何一个美国总统 或者是部长 想同时要发动两场战争 他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他已经给沙特不能够提供这种保护了 他所以来这一大圈 是向东方来寻找他的伙伴 美国人是靠不住了 据说沙特对中国的态度挺欣赏 就是中国在中东问题上 说采取的态度是 不选边站 他刚走内塔尼亚湖来了吗 以色列总理来了吗 中国人这也挺好 不是拉一个打一个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 就是看到跟中国合作 他说也是说了 说你别老觉得 人在这给你土豪 带这个金电梯来 这都是中国小市民的想象 实际上人家来都干什么了 当然也见了个首富 王健林 是吧 是吗 不知道 对 然后到北大 北大领了一个类似于名医教授之类的一个融弦 他有一个图书馆 他捐了钱 捐了一个图书馆在北大 所以说这些 咱们 你说中国的吃瓜群众 对于沙特这一行 咱们引起来的这种艳线 这种聊天 我觉得有没有一些 能看出中国人现在的一些价值标准 我刚才说 他把世俗的东西做到头 因为我们大家想象中世俗的就是这个样子 再就不能怎么样了 有人问我 有人问我说飞机上有没有游泳池 我说有事可以做 我的问题是万一这飞机有点俯冲之类的 我卖游泳池就全倒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百姓其实就是对这个奢华的到头的一种 就你说艳线 真的就是没有一个词超过这个词 真的我也艳线 我不会像他那么花钱 但我真想像他那么有钱 但是我甚至又觉得 我说 咱们过去国际 这是个有国际名声的土豪 全世界一说起沙特王子 土豪是贬义词吗 还是褒义词 现在这个就比较中性 我现在已经不当成贬义词了 我就是说 你比如说全世界我到很多地方玩 一说那是沙特王子的船 他这个萨拉曼自己的这个游艇 你都不能叫游艇了 叫巨轮 有一足球场那么大 常年一直停在西班牙的一个什么港 他们这一家里这一出去 就一带着一百个厨师出去的 我的天 对 说这次来那么多人 其中当时就当中很多是伺候他们的人 核心团体其实不大 所以王子出去玩一趟 行李五百吨 你说这家伙 我怎么感觉他们也像一个话题营销的王室 你看这个英国王室也是这个话题营销 动不动结个婚了 什么庆个寿了 一下子就这个就是举国上下 大家一关注 然后这个人气就上来 这沙特就是我到脑都给你看 其实他就您说的 刚才说把这个俗做到头 我怎么样才能表现我最有趣 什么都给我来经的 你没有经的也是杜经的 什么都是经的 这就是做到头了 你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中国人的某些意识 比如说有国有民 好像你看中国过去有的皇帝 中国过去有的皇帝 到一定程度还是会醉己 就说闹旱灾了 咱们这皇宫发生太多了 咱们不能这么奢靡 要节俭 你看你觉得他们觉得这钱 他倒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少花 但是他们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传统 他比如说到一定的节日 宰生节了 一定要放羊 就是他要宰羊 然后把肉给这个穷人吃 还要他这个平等的这种心态 他是从传统上是有的 而且你说这个就是这个优国优民 他现在优国的心其实特别的强 石油能开采多久 而且石油价格在下降 对 他最近这个就这个事对他伤害是很大的 而且他现在是怎么着呢 他据说他买了很多新能源公司 让他们死掉 这样我可以继续卖油 就让他的新能源成本变得非常的高 新能源 新能源肯定要顶替石油 因为石油可能我们现在的应用 就是把它转化成能量 可能是对石油最大的伤害 就石油 你看现在石油可以织布 你原来哪能想象 有人说这个材料是石油里出来的 是啊 很多像 未来这个石油能干嘛 不知道 就是我们就讲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最初砍木头就是为了烧 没别的 砍树就是烧了的 后来发现木头能干好多事 可能后面的事的价值远远比你烧值 像石油被烧掉 可能是在石油的使用当中 可能是最不值的一项 而且现在什么液炎气出来 太阳能 咱们中国那么多太阳能 风能 都会减少使用石油 我老是有种封建迷信 因果报应的那种想法 我有时候觉得 就说你像沙特这国家 原本也穷的叮当响 就是一下子作用 一发现石油储量全球最大 而且不是最大 那个稳德热拉是最大 哪 是稳德热拉 全世界土量最大 好像是 但是呢 就是说它这个石油开采难度 也非常小 对 就是它油太纯 油也油质也好 油大青油甜 那个纯多了 开采成本也低 就等于你觉得 怎么就他们家 坐在这块地方了呢 这真是 我告诉你 就是我发现这样的国家 一夜暴富 就跟人一夜暴富一样 上辈子积累 就阴得了 你就过这种生活 焦虑焦虑 特别焦虑 他为什么到处 就是地区上去买 这个就是各种事 你看他这个 就是杀德国王 他这次去马来西亚 不是有个报道 说有人要去刺杀他吗 给那个挫败了 就是他在那个野门打击 那个胡塞武装 是那个伊朗去支持的吗 好 你知道他都到这地步了 他特别焦虑 就是我怎么能保 就是能保全我自己 那个他的最大的 就一个对手是伊朗嘛 伊朗人家也有 伊朗是中东最早开发油田的 伊朗现在是有这个制裁了 你取消制裁 那油又是可以滚滚出来的话 那跟他一样 那个 现在那个经济学人出一个新的词 叫做 就是中国和伊朗 我给他绑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 包括那个沙特 他们都在向中国学习什么呢 我慢慢开放这个市场经济的话 你像这个沙特 他也要开放 他这个就是他的国营企业的这个私有化嘛 也要去卖股权 我在这个国家向私营经济去变的时候 我怎么样保证我这个政权的稳定性 好多时候他们都是在研究这个 对 然后跟中国怎么去学习啊等等 他也在 听说的 他近些年也在削减 他一削减 我才知道 过去他们过的日子有多好 就是几千个王子啊 你比如说王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啊 一个月就20万美元 就给你花 而且呢 免费打电话 免费坐飞机 免费度酒店 我的天 我说这国家 他们算是一个什么阶层 打几千人 打几千人之众 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他也 你也不是说民主 但他也不是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 他是一种王族 要照我的感觉 那他他除了这个 这个依赖于石油这种突然的这种暴富呢 他们现在实际上都是在想 未来怎么把这个赚到这个钱再生钱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全球的这个进入纸币时代 纸币时代是一个让我说是一个最不公平的时代 不公平的时代 就是纸币是由中央政府各国中央政府去控制的 纸币本身是没有钱的 他说是值多少钱 就值多少钱 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是你政府发银子 我也有银子 你政府发铜 我也有铜 所以中国在古代 你资助货币 只要橙色重量 什么都一样 你不犯 一样的 但就古代人是公平的 就是我的钱跟政府一边大 为什么政府曾经跟个人去借钱呢 中国现在不是中国 现在全世界政府都不会跟私人借钱 我印就完了 你印是犯法 我印是合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商特他必然考虑他这个旨意 对 他赚了的这个钱怎么办 还有一般像这种能源大国 基本上都是集权层次 因为能源就是一种 你要用这个 就是集中权力 你一个人说了算来去分配的 他这个财富本身的情势决定 他就这样 你这个观察挺有意思 就是靠能源起来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集权 集权